那我说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吗 我长寿的秘诀就是给儿子捧根 你现在这种风格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了 是吧一般儿子都崇拜爹 贺伦启示池中 以风云变花龙 本来你是个王吧 德云射进攻型捧根有多厉害 哪怕是德云坟王张赫伦 都能被郎和颜怼到说不出话来 除了在台上占张赫伦便宜外 郎和颜也没少用自己的智商碾压论歌 这有多简单啊 行行行 年纪小读书少不想努力 阿姨挺好 面无言 兜无钱 人到中年可怜可怜 这说我呢 对啊 对个对脸还能上升到人生道理 论歌怕是也没想到 自己人到中年 还又在舞台上被自家搭档调侃 不仅是被自家搭档调侃 作为玫瑰而贵宾的论歌 在台上调侃起师父大爷来 那也是熟练的很 哎 等会儿 你唱这玩意都能播哈 应该行 你不要连累我啊 听个观众说 相声得听得云舍 听个观众说 张赫伦你很不错 听到于大爷说 拍戏不能遣规则 听到我师父说 那我还拍他干什么 什么玩意儿啊 不怕郭德纲胡说 就怕张赫伦瞎唱 毕竟轮歌现场改词 也不是不可能 除了被狼和颜 用捧根技巧一道 张赫伦和狼和颜之间的学历差距 也能在台上给我们带来惊喜 英文 英文懂吗 能听懂吗 啊 明白吗 I don't want to see you anymore 你刚才说了一句 什么疯言 我这是疯言 一句英语 愣是气得伦哥 半天张不开嘴 郎和颜是懂得如何拿捏他的 不过在德云社里 不知郎和颜捧根厉害 作为曾经六队队员的高九成 也曾在舞台上 把德云疯狗张九南 怼到说不出话来 九成这一句扯平了 算是直接捏住九南的命脉 毕竟这话一出 九南想破脑袋 也想不出怎么反击 不只是九南被自家搭档 怼到说不出话 作为德云少班主的郭麒麟 也曾被颜和祥的大胆开脉 怼到害怕 你哥俩这个矛盾 没有矛盾 我们合作挺好一直 他爸把我身份证收了以后 我就干不了别的 你别 我今儿当了这么些观众问你 你把问题谈清了 你做的那么些个 对不起我的事 你全都忘了呀你 不是 那回是你女朋友 先提出来的 等会儿 你等会儿 庄庄这话一出 别说是郭麒麟害怕了 就连一旁的于谦于大眼 都被颜和祥的脑回路给震惊 既然是说到彭根厉害了 那怎么能少了我们孙玉老师呢 我师爷红吗 红 侯月文 二生 二生 对不对 是 二生 他师父跟我师爷 大大 对 但是他师父就不行了 师父宽 一生 就不行 没有我师爷红 没有你师爷红 但我师父健康啊 啊 越怕是也没想到 自己抛出的包袱 能是转个弯 砸到自己身上 不过既然是说到孙玉了 那怎么能少了经典的十年梗呢 我骑猪你急什么 你是不是跟猪有点什么关系啊 十年了 行了啊 可以可以可以 略胜一筹啊 哈哈哈哈 一句十年了 直接把月月比作猪猪 孙玉不愧是余谦的亲师弟 进攻型捧根的特色 是一点都没落下 毕竟在台上调侃几十个 郭德纲的时候 孙玉这张嘴 也是啥都敢往外说 竟然是说到德云社 进攻型捧根了 那咱们能少了相声皇后于谦呢 为啥三哥这段八马挂能封神 不仅是因为孔云龙的表现好 其中千老爷和郭老师的现挂 也给这段节目添了不少高光点 毕竟这两位现挂小能守在台上 就没有他们翻不了的现挂包裹 爹啊 哎 这不对啊 你这边为什么不答应啊 干 你回家吧 就我媳妇让我进去吗 怎么不让进 我那回就让你媳妇让我去了 我那回是这样出来的 高峰高老板在他俩手里就没落好过 哪怕是不在他俩中间战场 高峰都逃不过被调侃的命运 玉千 千 我对你弄不好 你给我买块表 我哪勾的都没大家门来 这是 这是高峰他三姨 别提他了 千我对你弄不好 你给我买个表 对 您觉得德国社里还有哪些好玩的捧跟场面 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今天又是期待酒量来看我视频的一天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呗